车次变身可移动房间 差大容量也能实现无障碍出行 你知道车是什么吗 随了经济水平的快速发展 人们的平均生活水平也在不断提高 开车旅行也就成了常有的事情 但是在长途旅程中 普通的汽车已经不能满足人类的需求 于是房车应远而生 市面上房车的空间 虽比传统的汽车有了很大的提升 但是昂贵的价格却让很多人望而却步 这家的胡师傅一直都是汽车的狂热爱好者 看到房车的价格后 决定发明一台功能更多 空间更大的房车 胡师傅历史三年才研发成功 胡师傅发明了可伸缩房车 是在传统的汽车架构上进行了改装 使用多层叠套的方式进行组装 可以使房车进行伸缩 从而扩大房车内部的空间 正常状态下的房车长5米 宽2.2米 而伸缩后的房车宽也能达到5米 大大提高了房车原有的空间 从而给外出旅行的人带来更大的便利 但是初弹房车由于研发经验不足 它的架构太重 对汽车的轮胎有很大的损伤 而且在行驶过程中会出现晃动的情况 为了能让机器有很好的体验效果 胡师傅又对机器做了新的改进 新型可伸缩房车采用特制的材料 使用特殊的拼接技术 在保证坚硬度的同时 也能减轻一定的重量 使用智能遥控方式 改变了上一代房车手动伸缩的模式 更加的方便智能 无论是男女老上 毫不费力都可以轻松开启 另外房车在伸缩后增加了四个支点 可以为底部的拖距减轻一定的重量 从而延长汽车的寿命 使用双液压系统进行支撑 保证其无论是在行驶时 还是在使用时都能更加稳定 新型可伸缩房车 不仅具备卧室和厨房 还增加了客厅 卧铺也有传统的两三个增加至八个 而且都进行了加固处理 更加的实用 不住房民的新型可伸缩房车 价格合理 空间使用量大 更加符合大众的需求 也得到了很好的认可 被很多喜欢外出旅行的人 称为可移动的家 提升了他们旅行中的幸福感 为他的发明支点